以前我做简报都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去排版对齐找素材 直到我换成使用的Cama 不仅速度更快了 而且看过人都问我 这个是找专业的设计师来制作的嘛 这期影片是Cama简报的完整教学 我会告诉你如何快速使用Cama 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简报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就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经营 以及分享给你一些使用的工具 像是Cama 我每周都会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现在呢我已经到Cama里面了 如果说你还没看完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的注册 那这上面呢会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设计 这边呢就会展示出你之前做的设计 然后呢会有个范本选项 就在这边呢你可以找到不同类型的范本 还有呢就是Canva AI 这个呢是Canva的AI功能 能够帮你去设计图像去朝你文件 也可以呢去帮助你写程式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开启简报的话 你可以选择范本 然后在这边探索范本这边 你可以找到这个简报功能 那在这边呢Canva就会展示出很多Canva的简报模板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样式 你可以选择简约功能的简报模板 或者说现代风格 可爱风格 专业风格的 可以按照你想要的风格呢 去选择不同类型的模板 那如果说你想完全从你开始去做简报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建立空白的简报 有的简报模板呢它的右下角会有这个环冠的标志 就代表呢这需要你升级到Carport方案才能够实用的 那如果说你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了Canva 你还能够解锁Carport的30天免费需要 而且当你把滑鼠去放到这个简报模板上面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去预览 它就能够让你去看到每一页的简报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点开它 这边你就可以查看到每一页具体的页面 然后Canva还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呢就是这个更多类似范本 它会根据你选择的这个范本类型 在底下展示给你更多相类似的范本 你就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范本是不是更加适合你 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你选择的范本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自定词范本 那现在呢我进入到了简报的逼近界面里面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简报的页面比较大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就滑动这个底下的滑杆 往左移就是让它变小 往右移呢就是让它变大 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这个方式 我会建议大家呢首先去更改一下这个简报的名称 这样你之后查找呢也是更方便的 在左边呢我们可以选择设计选项 当你选择设计选项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你选择的模板 它的所有页面 然后这个简报它使用的字体以及的颜色都会整理到这边 底下呢也会告诉你更多类似相关的范本 你可以选择这个简头往后退 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搜索功能 就是如果说你不喜欢现在这个简报 你想要重新找到一个简报的范本 你在这边呢可以输入关键词去寻找你想要的范本 比如说我搜索企业报告类型的简报范本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很多相关类型的范本就写在这边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些范本加入到这边 那再往右呢有个版面配置的选项 就是呢它会根据你现在简报上面这一页的内容 然后帮助你去重新的牌板 你可以看到它会展示出不同的牌板你可以选择 那比如说呢我喜欢这样的牌板我就可以选择它 你就一看到呢现在就变成这样的牌板了 这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工具 还有呢就是选择样式 假如说呢你有自己的品牌风格品牌颜色的话呢 在这边会展示出你的品牌风格品牌颜色 你可以直接套用 比如说我选择我的品牌颜色 那就是这样子的 那假如说你没有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选择调色盘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搭配 你可以选择一个查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就变成这样子的 起来呢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那我就可以找另外一个颜色搭配 比如说这个 那这个呢稍微看起来好一些 还是不够专业的样子 我可以选择这个去看一下 那这个呢就整体来说是更好一些的 那假如说我想让每一个页面 都是这样的颜色搭配的话呢 我就可以选择这个套用制所有页面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根据刚才这些颜色搭配呢 我这边的页面呢 都有一个这样的颜色了 整体风格是同一的了 所以这样呢就能够让你非常快速的去 更改你简报模板里面的颜色搭配 然后呢如果说你不喜欢现在简报模板里面用的字型的话呢 这边还有个字型级 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展示的字型 这边看码呢都帮你做好的搭配了 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 那马上呢你可以看到 它就更改成了这样的字型了 我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去看一下整体效果 那我个人呢还是更喜欢这样的搭配 然后我可以选择套用这所有页面 那现在所有的字体呢 都变成刚才的那些字型了 使用这样的方式呢 即使说你是设计新手 你也能够去找到一个合适的颜色搭配 以及字型搭配 去用到你的简报设计里面 这样的功能能够帮助你节省非常多时间 那在我们调整完整体的风格样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去调整一下 里面的文字信息了 如果说你想去更改文字信息的话 比如说这个标题 我可以直接去双击 这个时候呢 这个标题就被我选中了 我就可以去更改它了 那这边呢 我就更改了文字了 假如说呢 我想让它变个颜色 我可以选择这个文字颜色 这边呢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黄色 那它呢 就变成黄色了 底下CAMBA会整理出 这个简报模板里面 所用到的所有的照片 它用到的一些颜色 这边也会整理出来 然后底下呢 也会有预设的单色 你可以选择 然后底下的信息呢 也是一样 我可以调整 那就可以看到呢 我就更改了这些信息了 那如果说我不想要这个文案的话呢 我可以选择它 然后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就可以删除掉了 如果说我想添加文字的话呢 我可以选这个文字工具 然后呢 选这个新增文字方块 这边呢 就新增了一个文字了 然后可以挪动它 比如说我要放在这边 这边呢 我可以添加一个文字 比如说呢 我添加个日期 如果说我想它整体居中的话呢 我可以全选这些元素 这三个文字 加上这个背景都被选择住了 然后呢 我可以挪动它 在Cama里面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要对齐元素的话呢 它都会有辅助线的 那这边呢 左右上下 我都是居中的 这样呢 就是完全居中对齐的 接下来在这一页呢 我觉得比较苍白 我可以加入一些元素进装饰 那我就可以选择元素选项 在这上面呢 我们可以输入关键词 比如说呢 我搜索画板的元素 那这边呢 有图像 照片 还有视讯 这边呢 我选了图像 我可以选这个元素 去加入到我这个画面里面 我要把这个元素呢 可以放到右边 然后呢 把它进入缩小 放到右下角 然后呢 这个放到左边 这样呢 就完成了 那对于这个要点呢 我可以对它一个 列点式的格式 我可以选这个清单格式 这样呢 就显得更加好看了 我可以把它挪动到 跟这个平齐 我可以取消群组 然后呢 往左移一线 让它和这个标题 进行平齐 接下来你看到这边 是有照片的 那在CAMMA里面呢 是能够让你找到 照片的素材的 你可以选这个照片 然后呢 也能够去输入 关键字进行搜索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树像的照片 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呢 就可以专门寻找 树像的照片 可以选这个过滤器 然后呢 方向选择垂直 那现在呢 所有的照片 都是树像的了 比如说呢 我可以选这个照片 那跟这个左边的照片呢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呢 我可以先把它 放到这上面 我可以在这边去拖动 让它变大 然后底下呢 再调整一下 这样呢 我就能够去完全适配 这个尺寸了 那假如说 我说了这句话 那我呢 就可以在这边 去交流一个我的人像 这边呢 我会推荐大家 先选的元素 然后在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边框选项 你可以看到 会有很多边框 除了基本形状之外呢 还有一些 电影照片 装置 纸张 花卉 斑点 信件等等 这些边框 那我可以选这个基础的 像是这个圆形的边框 它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一挪动 调整大小 放到这边 接着呢 我可以加入我的人像 那因为呢 我是Curple的用户 所以呢 我是有专门的品牌功能的 在这边呢 我可以快速的去加入 我品牌的元素 比如说我照片 像你可以看到呢 我就快速的去 加入到我的照片了 边框的作用呢 就是能够快速的 根据整体边框的形状呢 去裁线你的照片 我的照片呢 就被嵌入到 这一个圆形的边框里面了 那如果说 我的边框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照片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根据这个边框 进去裁线 那现在呢 我有这一页 然后呢 标题是 为什么写作很重要 那我想要去给它一个背景 背景呢 就是有人在撰写 这样的一个知识 会让我整体的页面呢 显得更加有创意 所以呢 我可以选择照片 比如说我选择这张照片 加入到我画面里面 那我怎么让它变成背景呢 我可以右击 然后呢 选择更换背景 那它呢 就变成了我的背景了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文字和这个背景 区别不是很大 我的文字很容易看不清 所以呢 我需要有一个黑色的画面 去把这个背景压按 所以呢 我可以选择元素 然后呢 选形状 这边呢 把这形状变成黑色 然后呢 把它变大 覆盖我整个背景 然后呢 选择调节透明度 调节到能够隐约的看到背后的图片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是一种方式 能够让你整个页面呢 变得更加有创意 同时呢 能够让观众聚焦到 你这个页面需要讲的是什么 那假如说 你要在简报的页面里面 去加入影片也是可以的 左边呢 有影片选项 这边呢 会有很多的类别 你可以选择 上面呢 能够去加入关键字 进行快速的搜索 那假如说呢 我要加入这个画面 同样的 我是能够对它进裁切的 让它呢 可以跟我这个尺寸是一样的 在你做简报展示的时候呢 它也是能够去播放的 那假如说 你想要在这个木板里面 去添加个全新的页面的话 你可以来到这中间 然后这边呢 选择新增页面 像你可以看到 我就新增了一个页面了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功能呢 是大家可能会在 制作简报的时候会用到的 就是呢 图表功能 你可以选择元素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图表 然后选长看全部 这边呢 就会给你不同类型的图表 比如说长条图 折线图 圆柄图 面积图等等 比如说我就选择这个长条图 在左边呢 你可以调整不同的标签 然后呢 每个标签对应的系列 它的数值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有创建一个统计表的话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贿资资料 你可以上传你的 Google的试算表 或者说你有第三方的 这个数据统计的平台 像XSport 或Bank 都是能够去连接上去的 但是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 是你需要升级到 看好Po才能够使用的 那你可以透过 影片下方链接呢 去开始看好Po的 30天免费需要 你可以看到 当我调整这标签的时候呢 这边就立马显现了 我也可以调整它的数值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快速的去变成新的数值了 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呢 要说到转场这个功能 那什么是转场呢 就是一张投影片 切换到另一张的效果 那比如说现在 我这两张投影片呢 如果说我要去播放的话 就是直接的切换 比如说从这一张 切换成这一张 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切换 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假如说你想让这切换呢 是比较有创意的 有一个效果的话呢 你就可以加入转场 把滑鼠放到这中间 然后选择底下这标志 选择新增转场 这边Canva呢 会提供这些转场 比如说溶解 圆形擦除 颜色擦去 直线擦去 比对并移到 堆叠 比如说呢 我可以选择这个 龙解转场 然后呢 我可以调节这个转场 它的时间 比如说让它变得更快一点 0.3秒 那底下呢 就会显示这个转场的标志 那当我在展示节目的时候呢 如果说要切换成下一页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会有一个溶解的转场了 那假如说 我想让全部的页面 都变成龙解的转场呢 我就可以选这个套用制所有页面 那所有的页面呢 都会变成溶解转场了 那假如说 我想去单独的去调整 某两页之间它的转场的话呢 比如说 这两页之间的转场 我就可以选择它 它现在是溶解转场 那假如说 我要让它变成这个 颜色差距转场 我就已经把它变成了 颜色差距转场了 然后呢 还可以选择方向 比如说向上的 向下的 这些呢 都是可以的 甚至呢 你可以调节 在这转场里面出现的颜色 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一下具体效果 就可以看到 就会有刚才的这个 颜色差距转场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给大家一个 在展示简报的时候 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 那比如说在这边呢 我有四个词 创意 一致性 清晰 完整性 那正常来说呢 我们就是在这一页的时候 一次性的去展示出这四个词 那假如说 你想要去更好的去展示出 你的理念的话呢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展示出来 那这Cama里面呢 是能够做到的 比如说我先选择这组词 然后选动画 这边有个简报设定 按一下子出现 你要打开它 然后这组词也是一样 按一下子出现 它也是一样 在我们做这页的展示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这底下的内容还没有出现 是空白的 因为呢 我们加入了按一下子出现的效果 那现在呢 我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第一组词它出现了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这样在你做简报展示的时候呢 是能够更好的去控制整体的节奏的 不会让观众一下子就看到 你接下来会说什么 那在我们做完简报之后 我们可以去展示简报 那怎么去展示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右上角这个展示简报 这边你可以选择 以全一幕的方式去展示 选这个展示简报 这边呢 我就展示简报了 就是刚才的样子 你可以去展示它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简报者简视画面 它就会有两个视窗 那这个呢 就是观众的视窗 观众看到内容呢 就是你简报里面展示的内容 然后呢 你会有这个简报者视窗 这个呢 就是你在做简报展示的时候 只有你能够看到的视窗 你可以看到这所有的页面 你可以控制你要展示哪一页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呢 就是在右边 你可以加上备注 我每一次做简报展示的时候呢 我都会用到这个功能 真的非常方便 它能够提醒你 在讲这一页的时候 你需要重点提到什么 你可以选择这个签名标志 在这边呢 你可以添加备注 添加文字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完成 那如果说你要调整这个字体大小的话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减号 或者说选择加号 让它变大 这里面还有些功能 比如说在页面上面绘制 打开它之后呢 就这个画笔的标志 你可以在你页面上面去进行图画 你可以交换成不同的笔 然后呢调节颜色 第二功能呢 就是便捷快捷键 那这个功能呢 就是能够让你去更好的 在做简报展示的时候 和观众进行互动 比如说按住键盘上面的B 你就能够去模糊整个简报了 Q 就是一个保持安静的动画 接下来呢就是泡泡 五彩纸穴 你可以使用这些小的功能呢 去和观众进行互动 还有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加入计时器 如果说你要中途休息 或者说你要让观众做一个练习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这个计时器 接着呢就是这个分享遥控器 那假如说你是在做线下的简报展示 那你需要有一个控制器来去切换简报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你用手机扫描这二维码 然后呢在你手机上面就能够有简报了 然后呢你可以做出简报的切换 那在我们做完简报之后 如果说你想分享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分享 这边有一个复制链接 你就可以复制简报链接了 然后呢有个存取等级 如果说你不希望别人来去存取你的简报的话呢 你就选择这个链接 只有你可以存取 那如果说你想让其他人也能够去存取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任何具有磁链接的人都是能够存取的 那如果说你想下载的话呢 在这边选下载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答案类型 你可以把它变成PDF文档 或者说你可以变成PPT的文档 也是可以的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 这个文档里面要包含的页面 如果说你全部都要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全选 如果说你要去排除某些页面的话呢 你就取消勾选 在这边呢选择完成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下载了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Canva 并且解锁CanvaPo的30天没必需要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波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有帮助 想要这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对我们频道 追踪我IG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